我去,怎么有两个紫色,到底哪个猜是真的? 呃,猜错的话,我可能就跟着一起没了 那我猜,是左边这个 完了,猜错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浪 今天咱们来玩,Amas的大侦探模式 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 除了大侦探以外,其他船员都能刀人 不过,要是刀错了,那也就跟着一起凉凉了 那咱们再说说,船中的特殊角色,大侦探 他比侦探多了一个大字,所以他的能力也非常大 虽然不可以直接刀人,但是他可以看到大家不同颜色的脚印 而脚印会逐渐消失 大侦探可以通过观察鸡腿附近的脚印,或者地道附近的脚印 来推断到底谁才是内鬼 然后请可以刀人的船员,刀掉内鬼才能胜利 为了增加游戏的口玩和趣味性啊 内鬼这边,除了可以刀人以外,又增加两个技能 换装和拖动鸡腿 换装就是可以把自己变成其他船员的模样,迷惑大侦探 拖动鸡腿嘛,就是可以拖着鸡腿到处跑 把鸡腿藏起来,还是迷惑大侦探 嘿嘿,好了,介绍也介绍完了 接下来,上实战 内鬼,内鬼,老天保佑,来个 我去,八人房,七名船员中,怎么就让我成了大侦探了呢 这第一局的运气,也是没谁了 看来今天啊,我应该适合买彩票呀 不过,大侦探主要负责侦察内鬼的,不能刀人 我觉得咱们开始啊,就可以直接找个船员当保镖 咳咳咳,你们想,福尔摩斯有华生保护 迪欣杰有李源芳保护 包星天有展昭保护 我妈 嘿嘿,车头,明白了吧 走,浪哥带你去找内鬼 你不得保护我,跟内鬼对刀 车头,快快快 跟上,我已经嗅到凶手的味道了 瞧,粉色脚印 它肯定是,换装成你的样子了 脚印还在,那凶手肯定还没走远 在这边 不好,紫色已经遇害了 凶手,迎钻地道逃走了 追 快快快,大部队跟上 集结了这么多人 就算内鬼混在里面 他肯定也不敢动手的 哎,不好 内鬼关灯了 这发现没办法下手 要拆开我们了 走走走,我带头去修灯 要是我被刀了 你们可要替我报仇呀 修灯修灯 哎,车头他们呢 女人在这儿 走走,接着找内鬼去 对了,这笔的仪器可以探测到生命体征 让我看看啊 我去,就只剩下三个船员了 三个人,那内鬼带到一个游戏不就结束了吗 我是绿色,车头是粉色 那这个,等等,为什么有两个粉色 那我身边的臭丫头,是内鬼变的啊 好一招一花接木啊 快走,找到胜利去 哎,兄弟,快快快 粉色的就是内鬼 到了他,咱们就能赢了 嘿,大兄弟,动手啊 我这暗示的还不明显吗 快快快,我给你让开 这,船员队友靠不住啊 看来,还得靠自己 再来 内鬼,内鬼,福建烤老鼠 nice,这一局,我是最强的执任者 内鬼 终于不需要给队友传递信息 让他们刀人了 走,找导明袋去 大侦探想抓我,没门 看到一个落单的,直接刀掉 然后,把他的肌肉藏起来 换成他的身份 这样,谁能看得出来 大侦探也不行吧 嘿嘿 第二步,刀掉臭丫头 小伙伴们给评评理啊 要不是上把他被刀 咱们能被内鬼戏耍半天吗 呀哈,自己送上门来了 行行行,那先让你修灯 小橙色走到视野盲区 就是现在 等他过去查看的时候 就只能发现鸡腿了 而我 嘿,来追我呀 哈哈,太有意思了 只要我一跳管道 他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走了走了,可以出来了 好像走远了 诶,紫色,灰哥 嘿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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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走,把他的鸡腿也藏起来 等等,又跟他们庄面了 这俩人,怎么在一起 哦,我明白了 一个是大侦探 一个是船员 这是跟咱们之前学组队了呀 哦 跟你玩 curtain给浪子观察 红色的总是走在前面 看他的走位 就像是在保护橙色 那么 okay velocity 诶,果然不到我 看来我猜对了 红色,粉色,紫色,红色 赢到了四个了 再刀两个 游戏就结束了 看你这下还往哪跑 再见了 再刀一个 游戏结束 换个装 把鸡腿放下 找人去咯 嘿 让我好找你啊 拜拜咯 赢嘞 好了 各位小伙伴们 这个大侦探模式啊 对侦探一点也不友好 主要是内鬼强化的过于强大了 谁都想当内鬼 不想当大侦探哈 那么如果大侦探 既能看到脚印 硬龙刀人 那你们说 是不是就无敌了呢 好了 今天狼杀视频 就先到这里吧 大家还想看那个玩什么模式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